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要继续 《猎王记下》第47讲 西西家王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首先让我们读《猎王记下》 19章第1到第3节 西西家王听见 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进了耶和华的殿 使家宰以利亚境和书记瑟伯纳 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 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 对他说 西西家如此说 今日是极难 折法 凌辱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生产 婴孩 却没有力量生产 那么想到耶路撒冷将要面临的围城的这样的惨景 西西家王他就撕裂了衣服来表达他内心的悲伤 那么在任何时刻 人们都是期待着耶路撒冷能够来抵抗 来自于亚述大军的这种猛烈的攻击 如果耶路撒冷真的开始被围困了 那么城里头将来的恐怖倾向 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王在极度的悲痛窘迫之中 他就身穿了麻衣 前往圣殿去把这些事情沉迷在神的面前 那么以赛亚先知呢 自从乌西亚王蹦的那一年 开始蒙召 开始来侍奉神 那么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了 亚述虽然是世界的强国 但是只要由以赛亚给犹大王献祭献策 他们就不能够来征服犹大 以赛亚在乌西亚 约坦 亚哈斯 还有西西家王 坐王的期间 发育言的 那么亚哈斯 他不听以赛亚的话 而西西家却是仔细的听他的劝告 我们从以赛亚书就可以读到他所说的预言了 那么这里头提到了书记萨伯纳 萨伯纳是西西家年间一位高级的官僚 曾经做王室的家宅 那么他的执事不明 但可能是政府的当中地位比较高的大臣 经文就多次的提到这个官职 一系列的官运 还有他们的风铃 都反映这个官职是存在的 而萨伯纳后来被降级为文书或者书记 可能是因为某些的丑闻 后来就被降级为书记了 耶路撒冷附近发现了一个古墓 其中有部分的人民 还有王室家宅的官阶 那么都记载在古墓里面 那么西西家他就派遣一个使者 身披了埋医去见以赛亚 好让这个先知帮助他们 并且为他们在神面前 恳切地祈祷带求 这里是列王纪当中第一次提到先知以赛亚 那么他在乌西亚王室的那一年 见到了异象 受到了鼓励去承担将来要来的这些工作 那么以赛亚多年来不断地预言 将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到 那么现在犹大面临着史无前例的 重大的危机了 而富人没有力量生产 大概是指当时通用的一个谚语 比喻痛苦无助的情景 那么这个惊人的比喻 象征着当前可怕的困境 犹大的国土几乎全部沦落到敌手 也就是亚述帝国的手中了 现在亚述帝国侵略军已经兵临城下 威胁首都耶路撒冷的安全了 那么我们继续列王纪下十九章四到第七节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 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 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赐责 故此求你为余生的名扬身祷告 西西加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 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 原文就是使那个灵进入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亚述的使者怀疑 并且描述天上神的伟大 把他跟周围邻国的这些神明一样的看待 神的荣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为了他自己的名 被期待必须要与犹大站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以色列已经被毁灭了 而犹大这个国家南国 大部分沦落到敌手亚述帝国的手中了 亚述攻击到只剩下耶路撒能城了 目前存活的这些犹大人都算是剩下来的了 也就是剩下的渔民的了 以色列他的预言 采用心理公式的亚述王 西纳基里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 自己要为这个风声所困 回到他的亚述帝国那儿 这个风声可能是他的国家里头有些变化 也有可能是因为埃及王特哈特率军来支援犹大国 据西纳基里的记录 亚述王他放弃了耶路撒能 调了大军在以格伦附近的平原上面来迎战埃及 把埃及人给打败了 西纳基里回国以后 他为自己他的儿子刺杀了 应验了以色列所说的要倒在刀下 这样的一句话了 好 那我们继续读《月王记下》十九章第八到第十节 拉伯萨基回去 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纳 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 亚述王听见人论五十王特哈加索 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于是亚述王又打发死者去见西西加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加如此说 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寄哄你 说要耶路撒能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显然这个亚述王他认为 整个战事的脱场会增加他被埃及攻击的危险 所以他希望用心理战来取得犹大 事实上只要犹大国稍微再撑一下子 亚述王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暂时的退兵了 那么这一次拉伯萨基他来撤军 理由应该就是十九章第九节所记载的 亚述王预计埃及军会来攻击他 他手边的军队不够抵挡埃及军来进攻 因此他就召回围攻耶路撒能的军队 并且离开了拉吉 往耶路撒能方向的利纳靠近 以便尽快的跟他的大军会合在一起了 那么西拿基利想要在面临埃及人两线作战之前 来迫使西西加先放弃抵抗 出城来投降 西拿基利先前给百姓的信息是 不要让你们的王西西加来欺骗你们 结果百姓没有作声 现在他又带了信息给信靠神的西西加王 竭尽全力的进行离间挑拨 亚述王西拿基利 居然说神欺骗诱惑西西加 很可能以赛亚的预言 已经传到亚述王的耳中了 我们继续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 乃是进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善 哈兰 利瑟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何成拯救这些国呢 哈玛的王 亚尔巴的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 西拿 还有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亚述的军事力量现在正处于鼎盛的时期 提格拉比列社征服巴比伦 并自立为那地的王 撒曼以撒毁灭以色列 撒尔根铁蹄 四处的攻破了多国 而现在西拿基里紧随着撒尔根的角中 到处去征伐 而先前亚述诸王来征伐列国 凡有抵抗他锋芒者都被他毁灭了 所过之地呢 可以说寸草不留 现在西拿基里把这些历史摆在西西加王的眼前 想要让他惊恐设服 如果他西西加现在投降 至少还可以从西拿基里那里得到一点点的怜悯的 而显然亚述王认为这个战事脱场了 会增加他被埃及攻击的危险 拉伯萨基撤军恐怕会让犹大心存侥幸 所以他就希望利用书信继续发动心理战 来攻击犹大 让犹大早一点的投降 因为在旧约用这个字进行灭绝 来形容神要求以色列人进迦南 要消灭所有的迦南人 而亚述帝国也是这样对待他所征服的国家的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那让我们预备下一次再继续的来讨论吧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